情感,金城上帝拉了阿根廷一把,世界飞上,灭亡欧爆发,梅西,随着尼日利亚VS冰岛的比赛中场哨声一响,最终笔分定格在了2、0,在中场哨声吹响的那一刻,相信无论是梅西,还是阿根廷队以及所有戏爱阿根廷队的球迷,终于能缓口气,来杯酒,提提神了,来看一下截至到目前的阿根廷所在的地组的积分情况。 由上图可以看出,1、克罗地亚,积6分,排在小组第一的位置,铁定出现,下一场对阵冰岛,力争小组第一,2、尼日利亚,积3分,排在小组第二的位置,出现情况待定,下一场对阵阿根廷,估计会采用防守反击的打法,宝平即可出现,3、冰岛队,积1分,出现情况待定,下一场对阵克罗地亚队, 由于这场变队,跟尼日利亚打对攻失败,估计会回到防守反击的打法争取胜利,争取出现的一线可能,4、阿根廷,积1分,出现情况待定,下一场对阵尼日利亚队,如果上天眷顾阿根廷队,净胜两个球或者以上,就有很大的出现希望, 当然有个前提条件,就是下一轮,克罗地亚不放水,故意输给冰岛队的前提,地组在剩下的最后一轮的两场比赛,我们分别分析一下, 1、克罗地亚vs冰岛,战术,冰岛队采用防守反击,而克罗地亚力争控制中场,预测,1比1克罗地亚打平冰岛队,这样克罗地亚确保了自己小组,第一的位置为了防止出现, 尼日利亚3比0大比分赢阿根廷的情况,尼日利亚同击6分,但因进球多于克罗地亚成为小组第一,2、尼日利亚vs阿根廷,战术,无论战术如何,阿根廷必须先赢下来,其后适应几个球的问题,预测,2比1,阿根廷小生一球,阿根廷就可以击到4分,而冰岛如果打平或者输的话,以小组第二名的身份晋级下一轮, 希望是这样的最终结果,目发冲关吧,没吸,波涛三滚吧,阿根廷,求关注哦,封那边的男子